前面讲的龙行,虎行,后面是马行 马呢,它是什么呢,是个闯径 在练马行当中要有这个闯意 它的意思是闯意 它的发的径来是满径 所以在练马行的当中呢 要有它的闯 马行当中来说呢,有几个动作 一个动作是燕马崩潮,大家都知道 燕马崩潮有很多人讲不一样 对吧,有的讲了,晚上把马饿了 发到进马棚的时候呢,马就崩到潮上去 但是在我们这个练法呢,不是这么讲 马呢,就是说了晚上的时候呢 突然受惊了,或者是失火了 马呢,要从那个马潮上要崩出去 它那个一惊啊,马惊是最难挡得住的 它就啪,要崩出去 哦,叫闯潮,崩潮 哦,燕马崩潮呢 它在练法呢 哦,它翻过去 哦,它是奔出去的 哦,它是抓住它的钟 奔出去 哦,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 叫霸王拔鞋 这个霸王拔鞋呢 在有一些,当然也叫一样嘛 但是在我们这地方叫霸王拔鞋 它是什么呢 它是 哦,就是一个鞋这样的 拔出去 下去 哦,这霸王拔鞋 还有一种呢 就是马行 马行当中呢 它有一个叫 烟麻土道 它是奔进 哦,奔进来打的时候呢 要闯出去 哦,就是霸王拔鞋 所以燕马闯到的 它可以同时打 还有一种练法 同时练 练的时候呢 是 然后再一翻 踩下去 这都是马行里面 还有一种呢 就是人的马踢鞋 这个马跑不跑啊 前面快到悬崖了 前面有个坑或是什么 这个马要把它摟上 哎,摟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摟 哎,把鞋摟了以后呢 因为马跑得很快 一停以后呢 耳边那个风啊 都呼呼的 哦,烙马听风 听风 打的时候呢 就在趴一起 哦,他停住 哦,抓过来 哦,抖进 哦,抖江绳 抓着马中 所以在马行当中呢 它的步伐是 闯出去的 哦,在这个马行当中 它的步伐起来 蹦出去的 哦,马蹦弧紧 哦,在这个蹦径当中是 马有蹦径 哎,所以在马行当中来说呢 哎,就这几个动作 这几个动作呢 要把它打出来呢 要打它的床 马是很勇的 哎,它受精了以后 什么都拦不住它 哎,它是蛮力 哎,所以在这个练度当中 把自己把劲点 哎,好了